哈囉大家好我是POPP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五款敏感肌必備的深霜 對 然後我今天呢不會跟大家講到一些 呃 大家真的都已經熟到比方說冰冰霜木瓜霜這些的 我是不會講這些 因為這些我個人用的真的覺得還好沒那麼適合我 所以今天講的都是一些我自己實際用過 然後我真的覺得說有被它驚嚴到的這一些霜類們 那不管是只是擦臉的或是擦身體的 然後是可以長期擦的或是比較瞬間修護型的呢 今天都有準備到 好首先第一款呢是睡音堂的黃花雪蓮霜 我跟你講不知道這個霜的人你會覺得蛤 什麼鬼 但是如果知道這個霜的人你會覺得蛤 什麼鬼 因為這個霜呢它在網路上的廣告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瘋 我沒騙你們你們可以自己去搜尋這樣 但是呢我會知道這個是因為 吸引一個學生他就知道我們兩個人都是敏感肌 他就送了我們這個 然後這個東西呢它還蠻妙的 它真的是我會比較建議你擦身體就好 因為它擦起來會有涼涼的感覺 如果你擦在臉上的話呢有時候真的是覺得蠻刺激的啦 那它本身真的是比較黃色的膏體 沒有到很高有點水這樣子 然後它對於一些就是你可能濕疹啊 搔癢的傷口我覺得都還蠻有用的 但是呢它讓我比較驚訝的是 我前一陣子不小心就是被機車排氣管燙到 而且是擦到非常大一塊 整個傷口爛爛的 那當然傷口爛的時候是不能擦的喔 這個東西有傷口的時候不能擦 然後呢我就是在我已經貼人工皮貼一陣子 就是表皮已經有長出來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擦這罐 結果沒想到它恢復的速度超級快 然後它淡巴的效果我覺得也非常厲害 所以這一款呢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是身體要用的話呢 它真的是一塊還蠻厲害的霜 然後這個雪蓮高五片 它打開來一聞就覺得就是一個中藥味 但是呢它真的非常厲害 只是說它的中藥味真的重到我每次擦這個 我家的狗都會紛紛走避 它們都會覺得我聞起來很可怕 那它是說它都是比較天然的成分啦 但我不知道因為就是它有用到 我們都覺得說真的天然嗎 那這個就我不知道好不好 你們自己再去研究一下這樣子 然後再來呢第二款 這個我覺得可能知名度比較低喔 我這個品牌叫做DCL 然後這個是廠商他們就是跟我說 他們想要寄試用品給我試試看 然後我就用了這樣 然後呢我必須說我真的有被驚驗到 認真的那一種 之所以會這麼小瓶呢 就是因為我手上的這些都是試用品 它並不是最正式的產品這樣子 OK 反正我覺得很厲害的呢 是這一罐它是叫做順效修護霜 然後我跟你說這個順效修護霜呢 它的質地之奇怪 它是這種介於土色跟膚色之間 然後擦起來 我覺得它就是有點感覺摸起來喔 感覺有點黏黏的 但是你實際上擦上去之後呢 它又不會黏黏的 那這一罐的話主要是用在臉部 我那時候就是抱著一個 啊 反正最近也沒些什麼保養品 那不然就來試擦看看好了的心態 然後因為那時候天氣比較冷一點 我皮膚狀況算沒有很穩定 而且就是看起來會比較粗糙暗沉這樣 總之呢我就搭配了它同系列的這一瓶 到底叫什麼我會再提上去給你們看 就搭配了這一瓶 它是有點精華液之類的東西 然後呢 我就這樣擦了 然後我還一邊擦一邊覺得說這兩罐東西的質地好奇怪 因為這個是一個咖啡色的精華液 然後聞起來非常非常耀味 然後這個呢它就是 一個膚色的霜 聞起來味道也非常詭異這樣 然後我想說好不管 反正我就是 感覺它好像蠻厲害喔 我就擦擦看這樣子 結果我隔天早上起來 我的臉的皮膚的狀態 超級爆炸好 就是瞬間覺得皮膚變得很細緻 之外呢透亮感也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是那種隔一天而已 我就是晚上擦著去睡覺 然後起床看到就覺得皮膚狀態非常好 這件事情我真的驚訝到爆炸 我沒騙你們 重點是呢 它是那種你肉眼就會有感覺的 我跟你講因為像我們平常試用很多保養品 然後我們很多會拍照紀錄阿 什麼之類的 那通常呢這個差異 都是你在拍照紀錄的時候比較看得到 但是如果你肉眼看鏡子的話 通常不會有非常非常劇烈的感覺 所以我也常常會建議網友們就是說 如果你買一組新的保養品 你可以拍照稍微紀錄一下 你剛開始用跟用了一陣子 你的膚況有沒有什麼差異喔 但因為這一瓶它就只是公關品 就是等於說 我寄給你用看啦 那反正你看你喜不喜歡 如果你有喜歡 我們再來合作 阿如果說你真的太貴 我們付不起你夜配費的話呢 你就看你有喜歡 再幫我們稍微帶到啦 那種感覺 公關品就是這種東西 那總之呢因為它是公關品的關係 我也沒有就是 去拍它去紀錄它 但是這款呢 我真的是用了肉眼看就有感覺 那它成份的話呢 主要是說 它也是比方說 維生素ACE啊 然後維他命原B5啊 這一類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說 一個什麼柳藍精華 但我也不清楚 你們就自己去查 我也是看他們的那個手冊上面的東西喔 然後它這一罐比較特別的是說 你在比方說 做完一些醫美 就用一些儀器做完之後 然後或是說什麼 裹酸換膚之後 或是日曬後 也是可以用的 你很重 喔喔喔喔喔喔喔 好 不然我沒辦法做好 它佔了我的位置 好你這樣做 可以嗎 好這樣做 再來這個是念New Maze Map嗎 這個呢也是我們認識的一個朋友 給我們的 他就是看到7E這邊就是 莫名抓得非常嚴重 他這邊真的很慘烈 然後他就是 他自己也是一樣的狀況 就是我們那個朋友 他自己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所以他就買了一罐這個 想說給7E用用看 然後他自己也用用看這樣子 而且我後來才知道 他就是 為什麼會買了一罐 就是自己也買 然後也買給7E 因為呢 這個東西 網路上很多購買的都是 一次就是要買一大堆 所以我想應該是因為這個樣子 他才會 就是反正就分送給我們這樣子 那他這個質地啊 我覺得還蠻像就是 K牌的冰荷糖 這個是真的很像喔 然後呢 他也是臉跟身體都可以擦 但一般好像都是拿他來擦臉 只是 我們那個朋友跟7E都是拿來擦身體的一些 濕疹啊 過敏之類的這樣 那反正呢 我如果有時候 我沒有特別在試用什麼保養品 然後我覺得說 我只是需要一個擦起來能夠保濕 然後讓我膚況穩定的東西的話呢 我基本上就是會用這一罐 對 然後他我覺得啊 就算我有時候 比方說一洗完澡 然後臉上還有濕潤感的時候 我就算沒有擦化妝水直接擦他 也還OK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這樣子 然後呢他就是白色的 然後也 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這樣子 就是算是比較溫和款的乳霜 就是如果說你皮膚比較敏感啊 然後你敏感到你有時候 不知道怎麼挑保養品 你怎樣用 就是 你只希望你的皮膚穩穩的 就是你也沒有希望說你變得很白 或是說皮膚很細 就是希望你的皮膚穩穩的 那我覺得這一款的話就是 還算不錯 而且呢他的質地真的就跟我說的 K牌的那一瓶我覺得蠻像的 而且他擦起來的感覺也蠻像的 但是相對來說呢 如果你一次買比較多瓶的話 他的價格是比K牌便宜還蠻多的 所以 如果說你想要嘗試這種 你知道嗎 就是保濕修護型的霜 但是你又不想花很多錢的話呢 然後你的皮膚又沒有到很乾的話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這個 但如果說呢 你的皮膚真的是 比較乾燥一點 而且是可能很容易脫皮的那一種的話呢 日本的這一款家齡霜就會比較適合你 他就比較像是 濃郁版的 K牌 冰河糖 對 這款我很多年前也用過 然後也是人家先送給我用 這樣子 那這個呢他主要是含很多維生素E 這樣子的修護型成分 然後他是臉跟身體都可以用的 而且因為他很大罐 所以你就算拿來擦身體呢 你完全不會心肯 我這款其實用滿久了 可是他現在也差不多 就被我用了一半而已 然後他一樣也是 比方說 你皮膚有一些粗糙啊 或是不穩定的情況的時候 你可以擦他 然後他就是跟剛剛那一罐 那個new mix我覺得比較像 就是他們都是 可以讓你的皮膚狀況穩定下來 就是至少你不會有事沒事 一直在長東長西 或者是說皮膚癢或什麼的 但是呢他們兩個就是 不是那種 你用了隔天 你馬上就有感覺說 我的皮膚狀況變很好 那種不是 但是呢如果你長期用下來 他用起來的穩定度 我覺得是非常高 但是這一款因為質地的關係 我必須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他質地是比較濃稠的那一種 所以說呢 他是你要慢慢的按摩 然後你要用體溫 去把 用愛把它融化 你知道嗎 就是要用體溫把它慢慢的融進 你的皮膚裡面的那一種 他不是那種 嗯 你擦上去 他馬上就會吸走質地 完全不是 所以如果說你的皮膚 沒有那麼乾的話 我就比較 沒有那麼推薦這一罐 我會比較推薦你用 就是剛剛new mix這一罐 這兩罐的 性質很像 但是他們質地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膚質不同的話 你就可以做不同的選擇 那這個嘉玲霜呢 我個人是覺得 他聞起來 要講一件比較尷尬的事情 他聞起來呢 有一個阿嬤的味道 對 他聞起來真的是一個阿嬤的味道 因為他其實已經在日本 是賣非常非常多年的一款保養品 但是呢 我是覺得他用起來 讓皮膚的穩定度 我是真的覺得非常棒 但是前提是 你要可以接受阿嬤的味道 最後呢 是理膚保水的B5 這一條應該在敏感肌界 算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了吧 雖然說他也是敏感肌界 就是我覺得少數 大家都說非常好用 然後我也覺得 這還蠻好用的那一種 因為大部分我就覺得說 這個質地你們為什麼會覺得很好 或者是說 你們怎麼會覺得這個修護感很棒之類的 反正就是 我不知道每個人的膚質不同吧 那總之這一款呢 他其實好像很多媽媽 是拿來擦 小朋友的尿布疹 對 所以他的質地 我覺得也不會到太黏 但是他也不是說 超清爽 什麼都沒有那種不是 但他跟妞美斯那一罐的質地算類 那這一款的話呢 就是對於你身上任何 肝癢濕疹都蠻有用的 但是這個東西 他絕對就是你要 持續擦他 才有用 真的 然後他成分就是B5 因為他講清楚就是B5 然後當然還有一些別的 有沒有沒有的東西 但基本上就是B5這樣子 那這一瓶 我自己之前試過 我是覺得如果沒有 持續擦下去的話 喔那個狀況還蠻快就會有出現 當然可能無體自白 就這樣子啦 但是呢如果說有持續擦的情況下呢 你是還蠻能夠清楚的感覺到說 你身上的這些肝癢啊 濕疹啊 這些東西是比較有改善的 那我覺得優點是說 他也是這種白色的 沒有什麼特殊味道的質地 所以說 比較不會有說 喔你因為味道啊 所以不喜歡它 你因為這個聞起來很可怕 所以你不能接受它的問題 就是一般大眾都可以接受的味道 好以上呢 就是我個人愛用的 5款敏感肌必備省霜了 那當然我不知道各位的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每個人的敏感肌 也是敏感在不太一樣的地方 因為比方說像我就是臉很敏感 身體還好 但是我們家七一就是 他的臉還好 但是他身體真的是 很慘烈的那種敏感 然後我們兩個都是那種 有事沒事就會喜虛媽著的體質 對 就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說呢我們家裡真的是 背了各式各樣的敏感肌用的這種霜 但是今天挑出來的這5款呢 都是我實際用過之後 或者是我跟七一兩個人用過之後呢 就真的覺得說 嗯 敏感肌用它 我覺得很OK 的5款 那如果說呢 你有用過以上這5款 哪一款 你真的覺得 真的是驚為天人啊 覺得真的是太棒了 你也是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可以跟我一樣分享 就是喜悅之情好不好 那如果說呢 你有用過別的 就是也是敏感肌用 然後你覺得非常厲害的這種萬用霜的話呢 你也是可以告訴我一下 然後還有什麼呢 如果你們有什麼其他想要看的主題啊 你們也是可以留言給我 然後如果你有更多想要看的相關內容的話呢 你可以上我的個人網站去看 真的是 非常非常多資訊啊 我是覺得 你們如果慢慢看的話 可以看非常久 但是 常常都沒有人要聽我說這句話 然後在我說話的同時 狗又一直叫 但是我又不想要把它切斷 我就想要直接把它講完就好了 好那就是 最後呢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或是你覺得它很實用的話呢 幫我按個like 幫我按個讚之類的 好 或是幫我留言鼓勵一下 然後他們還在繼續講 最後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就是記得按鈴鐺開通知喔 就這樣子囉 掰掰 還有一個影片 subsriva 沒有按鈴鐺 可以按鈴鐺開的 之後